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在網絡上 美國源頭論大流行 甚至乎連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都特地走去翻牆 在Twitter上發表相關的言論 於是引來了美國方面的不滿 今天袁國勇教授和龍鎮邦教授 在明報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 龍鎮邦教授 其實是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名譽助理教授 這篇文章當中的一段是非常發人心醒 他是這樣寫的 改革街市是防疫重點 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必須迅速改善環境 加強通風 滅屬滅蟲 在完全淘汰活禽市場以前 必須妥善處理禽速糞便 減少病毒洗牌的機會 妄傳病毒源自美國之說 毫無實證 自欺欺人 不要再亂傳 以免宜笑大方 臨大逆而不亂 首要是 資訊透明 冷靜地理性分析 不要人云亦云 以外傳惡 沙士以後 沒有雷厲風行地關閉所有野味市場 實在是大錯特錯 要戰勝疫症必須面對真相 不要一錯再錯 毀過於人 這病毒乃是中國人劣質文化之產物 攬捕攬食野生動物 不人待對待動物 不尊重生命 為了滿足各種慾望而繼續吃野味 中國人的漏襲和劣根性才是病毒之源 如此態度 十幾年之後 沙士3.0 定必出現 這一篇行文風格似乎不像袁國勇教授自己寫 當然作者署名就是 龍鎮邦教授和袁國勇教授 這篇文章就算不是袁教授寫也好 落了他的署名 他肯定是看過全篇文章 覺得沒有異議 才會在報章上發表 袁國勇教授這篇文章 可以說是一錘定音 他只是純粹從科學角度出發 講事實擺道理 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 反正有客觀事實根據 他才會寫出來 只是一些事實的陳述 但是現在很多網上的陰謀論 根本上是沒有科學根據 全憑益測或者寸作附回 根本上是不負責任的 而且有部份人更加是 刻意 要為中國推卸責任 所以說完美國源頭論 到底他們有沒有證據可以拿出來呢 當然是沒有 如果有還不拿出來 所以他們就要靠這種三人成虎的伎倆 不斷靠他自身的官媒 或者是網媒等等 來營造一種氛圍 就是要將這個責任 推卸給其他國家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於這件事 都有回應 他就批評中國的領導人 發放虛假信息 是為了卸責 而且又批評 他們沒有及時 跟外界分享資訊 結果全球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注意得到 究竟中國是發生什麼事 他更加指出 每個國家都有責任分享他們所有的資訊 而且要迅速和準確地去做 不單止因為這是正確的事情 也因為這是救自己人民的方法 希望那些傢伙就聽聽別人怎麼說 不要一邊靠屈 一邊靠吹 結果屈不了人 美國總統特朗普完全不買這些賬 他分別在Twitter的鐵文和記者會的發言 都有提及過中國源頭論 沒辦法 因為被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踩到上心口 就說這些東西是從美國帶回中國 他其實有責任保障美國人民的聲譽和利益 難怪別人這麼說 而且 再創作這些陰謀論 其實都是自取其辱 在這個自由世界當中 怎會不知哪裏才是首發地或來源地 接著要談談美國 日本和澳洲政府 先後打算向本國國民派發現金津貼 以振興疲弱的經濟和救市 先談談日本方面的情況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三月份的民望 受到報復式的反彈 比上一個月升幅接近一成 這個當然是受惠於日本的情況 逐漸受到控制 而且世衛組織的總幹事譚德塞 說是在收到日本的10億日元的課金之助以後 大讚安倍做得好 那些防空工作 所以民望就是上升 除此之外 還受惠於刺激經濟的措施 首先來講 日本的消費稅本來 從8%升到10% 當然這就嚴重打擊了日本國民的消費意欲 但是 最近有消息傳出 說安倍內閣打算將消費稅 由10%降到零 這個做法就等同於暫停消費稅 在目前非常時期的情況下 就要靠擴大內需來頂住經濟 除此之外安倍還打算 向每一名國民 發放至少12000日元的現金 約970元左右 作為刺激經濟的措施之一 即是說 又有錢派 又減消費稅 雙重得益 至於澳洲方面又如何 澳洲總理莫里遜早前已經公佈了 一個價值48億澳元的刺激經濟措施 其中一項措施 就是向個別有需要的國民 派發750澳元的津貼 這些人就包括 青年人 退伍軍人 退休長者等等 受惠的人士主要集中在弱勢社群身上 至於中小型企業 就會獲得政府提供的薪酬補貼 維持聘用學徒 可以令到11萬7千名青年受惠 這個當然很有用 起碼可以頂住失業率 壓下去 不要讓他升得那麼厲害 至於美國方面又如何 美國當然就是最架勢堂 美國政府考慮推出規模達到 1.2萬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措施 包括 直接向每一名美國人派錢最少1000元的美金 而且希望在未來兩個星期 向國民寄出支票 裁長沒有勞音就說這是特朗普總統向他親自作出的指示 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政府的行政效率就是全球最高 而不是你那個香港公務員的系統 1997之前就說清重全球 香港政府的行政效率如何厲害如何神速 現在一元都睡了 首先你特需政府就喜歡玩政治 本來你就這樣說派錢一萬就沒有人反對 立法會肯定全票通過 如果是獨立表決的話 但是你死人都要拖到財政預算案 才夾其他私貨一起合併表決 那就出事了 你又增加警察開支預算 一會兒又說要撥錢給律政司 撥多少億給他 又說要宣傳法治 他都不知道什麼叫法治 你就給他那麼多錢去宣傳 總之你就夾很多你想要的私貨 然後就拿這個派錢一萬作為大石砸死鞋 就逼令所有非建制派議員肯定要支持 否則就要背上這個所謂反對派錢的惡名和污名 你就想做這件事 簡直是卑鄙 其他的國家全部都獨立表決 不用這麼愚蠢 第二件事就是 你都已經公佈了很久了 到底在表決完成以後 什麼時候可以拿得到錢 特朗普總統就說希望在兩個星期之內寄支票給國民 那你特區政府在搞什麼呢 一時又說轉數快 一時又說網絡銀行 一時又說填表 你搞清楚了嗎 你可以公佈那些詳情嗎 反正在立法會當中 這個表決過就過硬了 因為建制派補價護航底下就已經夠票了 那你就可以率先公佈那些詳情 比如說如果你要在銀行派表格 你就從今天開始派定 已經要把表格弄出來 那不用讓市民集中在某一個時段才排隊 不愚蠢 而且你可以修訂表格 到時候立法會一按制一表決 你就派錢 那就快了 豬肚鬧 等等 你派也派硬了 還有 如果你要在網上銀行登記 你就先開放那些系統 轉數快的你就先開定 總之你可以做的事先做了 不要一直在等 大哥 你現在還說要等立法會表決 表決完之後又要搞一大輪的行政程序 你到時候才想 你這些預備功夫一早就可以做定了 別人美國政府兩個星期做到的事 你特區政府要搞多久 還說自己行政效率很高 公務員團隊如何如何 你要總結經驗查走不足才行 上次派4000元已經派到市民一套氣 一會兒又說要審查 一會兒又說要填表格廉油票 然後再寄回去 審完一大輪 拿了幾十元的支票 發你的溫 你現在每人既然都定額派 又不需要審查 先做定 這些前期的功夫 而且林鄭也曾說過 這個派遣是不符合理財新哲學的 現在美國總統特朗普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和澳洲總理莫里遜 分別都要向他的國民派遣 根本上就把你這個林鄭 刮到好像還原靚靚拳那樣 簡直不知所謂大言不蠢 以為自己真是大國領袖 快去睡覺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